近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湾在某社交平台上分享了陆军第43指挥部炮伊营担任地区战备任务的画面 在这些战备照片中 有两名士兵正在协同操作一文 架在三脚架上的M20伯朗宁12.7毫米大口径重机枪 该机枪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一款大口径重机枪 从1921年就开始使用 服役至今仍是正当壮年 要知道世界上的武器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 而M2伯朗宁是大口径重机枪却已经服役了100年 基本没有哪款武器能超过这个记录 今天我们就来主要讲一下这款服役100年的大口径重机枪 该枪诞生于美国 由美国轻武器设计家约翰·摩西伯朗宁设计 它能够发射12.7×99毫米的大口径弹药 常见于步兵架设的火力阵地以及军用车辆上 如坦克、装甲运兵车等 主要用途是攻击轻装甲目标和集结有声目标以及低空防空 M2从1921年就开始使用服役一直到现在 期间也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改良 其中M2的改良型号M2HB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口径机枪之一 也是世界上装备数量最多的一款机枪 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国家 基本都会装备M2HB博朗宁大口径重机枪 M2HB博朗宁采用了大口径50BMG弹药 火力强弹道平稳 极远射程是它最大的优点 它的射速高达每分钟450至550发 能在一分钟内把一面墙打成骰子 也证明了其威力的强大 M2的机身全长为1653毫米 枪管长1143毫米 口径为12.7毫米 可以使用12.7乘99毫米的大口径弹药 其中包括有普通弹 穿甲燃烧弹 穿甲弹 液光弹 穿甲液光弹 穿甲燃烧液光弹 脱壳穿甲弹 硬芯穿甲弹 训练弹等 它的子弹是弹链式弓弹 非常的帅气 M2是博朗宁大口径重机枪 装载M3三脚架 能有1800米的有效射程 而发射M2普通弹时 最大射程可达2500米 M2是博朗宁大口径重机枪 净重38公斤 装上三脚架时 它的全重为58.2公斤 M2的V字扳机 装在机侠尾部 并附有两个握把 射手可通过避锁 或开放枪机 来调节全自动 或半自动发射 为了对应不同配备 它可在短时间内 改为机侠右方供弹 而无需专用工具 换弹速度是比较快的 M2是博朗宁大口径重机枪 采用了枪管 短后座式工作原理 卡铁起落式避锁结构 在射击时 随着弹头 沿枪管向前运动 在膛内火药气体压力作用下 枪管和枪机同时后座 当弹头飞出枪口后 其两侧的削轴 被定型板上的开锁斜面压下 于是整个避锁卡铁 脱离了枪机下的避锁槽 枪机开锁 随后 枪管截套猛撞内射的 勾形加速子 加速子上端 撞击枪机尾部 加速枪机后座 该枪设有液压缓冲机构 枪管和截套后座时 液压缓冲器的活塞 被向后推 压缓冲器管内的油液 使其从活塞四周油管内壁之间的缝隙 向前溢出 对后座产生缓冲作用 枪机附近时 枪机尾部的凸起撞击加速子上端 使其向前回转 加速子释放液压缓冲器黄 推动枪管和截套附近 避锁卡铁在斜栓上的避锁斜面作用下 强制上台 入枪机下的避锁槽中 枪机避锁 该枪采用单程输弹 双程近弹的供弹机构 搏弹杆尾端的导注 卡入枪机顶部的曲线槽内 当枪机做往复运动时 就可实现供弹动作 M2采用简单的片状准星和立矿式表尺 准星和表尺都安置在机匣上方 M2是伯朗宁的诞生 主要是为了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德国的13毫米口径 反坦克步枪弹药 当时为了赶进度 设计师伯朗宁和温彻斯特公司的技术人员合作 在M1917式伯朗宁重机枪的基础上 研制出了一款12.7毫米口径机枪 这款机枪就是M2 M2是伯朗宁 其实就是M1917式伯朗宁重机枪的放大版 该枪于1921年正式定型 并被列为美军制式装备 当时的M2还叫M1921 它装有水冷散热装置 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液压缓冲器 用来吸收过大的枪管后座力 并且液压缓冲器内油的流量还可以调 射速随着流量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防止走火 它增加了后组铁 并去掉了小握把 改为装在机侠后方的双握把 这样更便于双手操作 1932年 美军队M1921进行改进后 并正式将其命名为M2 同时将枪管换成了带有气冷的枪管 但并未解决持续射击 枪管容易过热的问题 后来在1933年 美国又将M2改良了一下 称为M2HB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 世界装备数量最多的一款重机枪 该型号可装大一根重机枪管 这样便可以缓解持续射击枪管 容易过热的问题 美国军队除装备带三脚架的M2HB式机枪外 还将它配装在轻型吉普车和步兵战车上 做地面支援武器使用 同时也作为坦克上的并列机枪使用 虽然M2HB依然是世界上准备数量最多的武器 但美国仍然不满足 后来又在M2HB的基础上 推出了可快速更换枪管的M2QCB 及轻量版本 这个型号推出后也是十分的受欢迎 它的基本结构与波朗宁M2HB重机枪相同 仅局部结构稍有改进 该机枪采用了枪管短后座式自动原理 使整个武器变得非常坚固实用 它以操作维护简单而出名 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M2QCB和M2HB重机枪相继服役后 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中 M2重机枪不但成为了步兵专用的武器 还出现了同轴机枪版本 坦克炮塔机枪版本 机载版本等 无论是哪个版本 其基本结构都是不变的 而这其中用途最为广泛的 依旧还是M2HB式机枪 而性能最强的还属M2QCB的轻量版本 除了这两款以外 还有好多型号 如M3 它是M2的专用遥控激发版本 射速比M2更高 M3可分为三个型号 一种是遥控激发型号 名为FN-M3P 主要用于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上 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一套 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避免地面部队 遭受固定翼飞机 无人航空载距 巡航导弹 以及直升机的袭击 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 采用完全的自动化操作 具有昼夜全天候交战能力 最重要的是 它能做到车辆在行进期间发射的防空导弹 并且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的体积非常小 在运输上很是方便 还能空运 且不仅部署方便 在维修上它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 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发射旋转台 它的导弹发射转塔能进行360度全向旋转 同时转塔上的发射装置还可上下抚养 范围在-10度到正70度之间 这使得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具有非常灵活的交战能力 并且它能对准目标而不管车辆运动的方向 从而实现全方位无四角的区域化低空防御 复仇者系统仅需要两名人员 一名导弹操作人员和一名驾驶员 就可完成全部操作 在复仇者的操作人员的位置上 有一个光学瞄准器和一个雷神公司所生产的ANVLR1雷达 跟雷达的探测距离超过了40公里 在目标还没有靠近时 目标就会被提前瞄准 随时准备摧毁 而M3P则是作为复仇者防空系统的副武器来使用 言归正传 我们接着来看M2 M2是伯朗宁大口净重机枪的另一种型号 是M3M固定式机枪 美国空军及海军将其命名为GUR-1A 它主要装载在直升机上 最为特别是M296 也是M3的改良型 它一般用于直升机武器系统 如OH-58直升机 但M296与其他遥控即发的M2M3不同 不能单发 而M2的改良型 M2-150是一个实行中的长期升级计划 它主要是把步兵及美国陆军服役的M2 加装可快速更换的枪管 战术导轨 销验器 及手动保险制等 其后新制造的M2重机枪 亦会以M2-150为生产制式 到了1980年代以后 随着部队装备的战斗车辆及飞机等防护的加强 原来的12.7毫米机枪弹药系统 已经很难摧毁BMP这一类型的 各种步兵战斗车辆了 这使得12.7毫米的M2将面临在军队装备中被废弃的风险 这时比利时FN公司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 使12.7毫米机枪弹药系统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就是将12.7毫米的伯朗宁M2HB重机枪 改为可快速更换枪管的重机枪 并设计了一套简单可行的枪管快速更换装置 换上这套装置 现有的机枪都能快速更换枪管 改进后的12.7毫米机枪系统大大的挖掘了弹药的威力潜力 并且能装更为强大的弹药了 使用性能也更好了 它可以在有效射程内摧毁掩体 对付轻型装甲车辆 轻型飞机和武装直升机 以及各种小型舰船 而且在火力压制方面 还有特殊的威慑作用 这一改进是12.7毫米的机枪停滞多年以后 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大家都知道 战争会消耗资源和金钱 因此武器的性价比很重要 但低廉可靠一直都是M2的标签 并且M2火力强弹道平稳 射程也远 能使用场合有很多 因而也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第二次大战中 美国的M2HB重机枪可谓是风头进出 上面我们说过 这种重机枪使用50BMG口径子弹 不仅能对付低空飞机 还能打击地面和海面目标 在2001年时 台湾也根据M2HB自行研发的一款大口径重机枪 名为T90 该枪由台湾联勤205兵工厂生产制造 相比于M2 它枪管长度更长 射程也相应的更远 T90重机枪全长为1946毫米 枪管长1236毫米 它的有效射程为2000米 能使用50BMG口径子弹 不仅可以安装在三脚架上使用 也可以安装在装甲车 坦克上面作为车载机枪 坦克机枪等使用 子弹射速为每分钟635发 并且有单连发可选 在高射时可以干扰 打击敌方低空飞机 或杀伤敌方空降兵等 T90采用枪管短后座自动原理 歇穿横动式闭锁方式 闭塘待机 由100发M13可散式弹链供弹 其威力和射程并不比M2差 如今的M2式波朗宁已经服役100年 且并未有退役的迹象 有媒体称 M2式波朗宁最少还能再坚持50年 那么大家认为 M2式波朗宁大口径重机枪 还能再坚持使用多长时间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 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